病還是陪伴家人前來都戴口罩防疫 因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擴大 台灣吉利防渡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台灣目前無確診個案 目前中國武漢的疫情來到198例 目前泰國已經確診2例從武漢移入的病例 另外在日本韓國也各確診1例 疾管署副署長 莊仁祥表示 近來接獲8起通報案例 其中6名已排除截至1月20號為止 目前只剩2名疑似個案 分別是一名40多歲女性 由武漢旅遊史回國幾天才發燒 另一名則是50幾歲 也到過武漢機場登機時發現 目前平均每個病例檢驗時間要4小時 不過加上檢體運送前後時間 總計要1到2天才能完成檢驗 卻在此時爆出台灣其他地區 也有醫院個別通報案例 包含新竹馬街 有一名47歲女性跟44歲男性 目前都已送醫檢驗中 另外花蓮門諾醫院 也有一名39歲大陸級女遊客 也依規定進行採樣送醫院 通報了病例的部分 我們也不會逐案跟各位回應 醫院這邊還是盡量 就是由我們中央來做統一的發布 民眾也不要再針對這個來源不明 或未經證實的疫情資訊 隨意散播 目前機關署早在15號就已經將武漢肺炎 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防疫人員都會針對武漢入境的班機 登機做檢疫外也共儲備了超過 4000多萬付的口罩來備戰 如果不足就會禁止口罩出口 但專家提醒春節到來 要維持零確診個案不容易 台灣衛生當局也只能謹慎面對 全力防堵 記者綜合報導 關卡 作詢